一個是VPA 一個是篩選 那VPA的話呢你到時候就是要把你的程式 把它寫在哪裡呢 就等於寫這一段 這一段的話呢 名稱也許叫班旗 把它針對這個部分 寫這一段 然後這一段篩選的話呢 就是寫這邊兩個啦 反正呢就兩段就這些程式 另外的話呢 另外一個部分可能還是請各位注意一下 上面的話呢請務必要加上註解 註解至於打什麼都沒關係 反正你只要 針對 下面的程式做個說明就可以了 OK那每個人打的不一樣你的理解不一定一樣 反正你就是打個註解讓我知道一下你是不是真的知道 這個程式到底做什麼用途 如果不知道沒關係你Google一下嘛 比如說Range 我不知道Range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沒關係你Google一下 你就打什麼 VPA空一個Range 我跟你講就一堆東西給 好然後 你寫小說嘛是不是 也可以啦你就寫一個 讓我覺得你這寫的還沒有 蠻符合這個 我們考試的需求的話 那當然我就斟酌一下 OK好 所以特別注意喔 那 這個題目裡面的話就寫這裡 另外的話呢還有一個部分就是說 因為將來呢這兩個sub 對應到的話可能就是 當然就是 這個假設如果你是插入按鈕的話 那 因為我前面講過嘛 sub可以把它變成按鈕 有沒有 比如說 篩選部分的話 他可以在這邊加一個按鈕叫做篩選 有沒有 那可是呢如果我們現在按啦其實也可以跑得出來啦 比如說一班 二班 不我應該把那個關掉才對 可是問題喔那個這個假設關掉一下 再把它註解一下 如果這樣如果你假設沒有加剛剛那個動作的話 沒有應該 這個篩選應該是在這邊才對 放錯 在這邊OK 那如果說呢 假如呢我們現在 按一下他就會walk 如果要改成 不按按鈕 而讓他可以執行的話 那就第二個啦就是要把什麼 這邊做一個事件的判斷 判斷什麼呢 判斷如果H2變動的話 再去執行剛剛的那個模 剛剛那個那個那個程式 就是那個sub 那寫的方法就我剛剛講的 1 先切到V2變動 2的話呢你看一下名稱 物件的名稱 名稱的話呢 主要是看一下 他這個程式裡面的這個刮斧裡面的名稱 是不是跟這邊是match的 如果match的話呢 那你就把它怎麼點兩下 有沒有打開來 然後再把這些程式打上去 就我剛剛做的 裡面包含就是 記得喔這邊的話呢 請你改成Change 當 這個工作表 裡面有資料改變的話 是發生一個 一個事件 那要做什麼呢 判斷一下呢 他的改變的 所以說他從這邊 Tuggest.address 如果是H2的話 H2指的是這個儲存格 的這個位置 如果是H2的話 記得喔你這邊不能用小寫 用小寫好像會不work 剛剛好像有同學發生過 改大寫就OK了 那如果是H2的話 是H2 是這個變動的話 那就呼叫 這個什麼呢 篩選剛剛寫那個 那反之 如果不是H2變動的話 那什麼事都不會發生 他就跳過了 OK就跳過了 是H2 我來講一下 我來講一下